如何在上海拥有一套北京最高规格的四合院 我真的后悔没给你们拍我开箱看到他的表情 这太美了吧 KEEP PLAY国玩系列出品的太和店 看到包装上烫金的正版授权 这个大字突然觉得可能不是KEEP PLAY搞了个大的 是故宫想玩积木了 依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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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好的 现在我们的K10114太阁店就拼搭完毕了 真的好漂亮 虽然也见证过皇后楼的诞生 但是自己动手拼出来的感觉真的完全不同 不愧是中国顶级古建 成品规模长49宽29.5高28单位厘米 给大家稍微比划一下 这是硬币 这是我的手 这是1米93 总之镇宅贝尔有面子 太和殿俗称金卵殿曾有名凤天殿皇级殿 国家围及景区前后屡次被大火焚毁命途多舛 如今我们可以参观到的是自06年开修08年重新开放的 太和殿是紫禁城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物 拥有的配置必须都是天下第一 上称崇岩无垫顶 无垫顶就是这样的五级四波的样式 崇岩无垫顶就是在无垫顶的基础下 四角各天一条短锤级 一共是九条无垫 眼角尖端上的装饰物有十个 钟弦金龙和喜装饰彩化 下座三层汉白玉台阶 垫前有宽阔的平台 称为单臂也叫做月台 月台上承设有日轨 家量各一 同规同鹤各一对 同顶是八对 云龙浮雕的单臂玉露绝对是点睛之笔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之前都以为 太和定是平时用于上朝的 但并不是 它是用来举行大型典礼的场所 像皇帝登基大婚 历后命将出征这一类 实际使用次数很少 眼归正传说说结构方面 从刚刚的拼搭过程中 大家看到整个成品是中空底座 不包含内构 一里没有做一开合的分层设计 俗称供着看 嗨人家确实也耐看 不过在把玩性方面有缺失挺可惜的 拼搭手感十分满分的话给八分 拼搭难硬程度 个人认为是中等偏下 理三层外三层重复步骤多 间隙卡键考验大手玩家 因为比例缩小的关系 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 但这里keyplay解决方案都是挺不错的 首先是装饰极瘦 手法抽象 但很明显上下两层用了不同的塑造方式 为了更好的体现垂直 优美的弧度 中间还是盖开的 吹翘的脊尾 用可动的角链相连 后面手法和我们之前做过的 哪吒礼斧相似 多了知识三角的丰富细节 个人是挺喜欢keyplay屋顶方案的 大块面干净力了 有效避免精度误差带来的困扰 我们的那个东西真的是造成心理阴影了 咔咔咔网上按还挺解压的 中间这个和系彩华真的吹爆 当然我们所有的印刷都放到最后再讲 往下立柱的部分 这里的拼搭感受是整个套装中最弱的 两个空心圆柱 用科技圆轴相连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底板上的凸点倒开始有点小矛盾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小心翼翼地跨过了门槛 现在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 意想不到 大家也会发现在工墙边上 这边有一块颜色的色差特别严重 这其实是它包装内的零件 它在所有的分包之外呢 还给到了两块这种红色 大块砖墙颜色是一样的 我估计这样子的情况是因为它 积木批次不一样而导致了色差的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 把在分包之外的 类似于补件的零件 替换到这上面就不会出现到这个问题了 月台上的日轨加量因为布局紧凑 难免和后面两位神兽发生接触 问题不大 鲜鹤和爸下呢 我也从老大那边请了过来 让我们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好的老大 我爱工作 汉白玉的围栏是重复步骤的密集区 这里要表扬keyplay 风包和拼搭步骤的安排都很合理 记着刚拿到手的兴奋劲 不会觉得枯燥无聊 上面说放在家里展示备有面子 同理送礼也是极好的 这是我见过最最实在的包装大小了 太有好感了 紧 实 重 建议各大月宾厂的学一学 把隆重两个字从合体大小转移到了印刷上 酱红色 本就带着金属质感 像是被氧化的真容岁月 虽是红色却红的稳重肃木 偏光浪纹 搭配金色张显 霸道威严的帝王尊贵 红与金都是张扬耀眼的颜色 极难相配 设计师有点东西 打开之后 内核的拼接处理 会有大牌风范 套装共有13个编号分包 3个大件分包 一本说明书和一张售后卡 2049篇的体量 没有一张贴纸 同篇的印刷件 感觉和我们经常接触到的 移印技术不同 因为移印手法的油墨层通常比较薄 但是这里的印刷件 明显是有凹凸机理质感 网上可以查到解释 就是打印多层UV油墨 印刷精度真的是无可挑剔了 无论是单臂还是核锡彩绘 这么细的线条还能刻画清晰 太享受这种提升 整体观感的极致细节了 Keepplay这个厂牌 出过许多联合IP 哆啦A梦 宝可梦 阴阳师 哪吒 再到今天的故宫系列 一部部都是光明正大拿授权 认真设计 越来越优质的砖块 和他们对版权的尊重 消费者们都看在眼里 关键Keepplay 后装的整体素质确实过硬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是带着骄傲的 好像恰了饭一样 我把K1014看作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一个漂亮的里程碑 觉得这就是中国积木该有的样子呀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 自己的精神文化内涵 它带来的内在认同 是进口商品无法比拟的 国玩整个系列都那么让人欣喜 就像他们系列slogan说的 故宫不止于一座工程 Keepplay不止于一个积木厂牌 是它 是它就是它 带来了我们一直期待的中国风积木 更期待这位国货之光 后续为我们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 亲上线了 唐宋元明什么时候出呀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不对不对不对 我价格忘了讲 我们Keepplay K10114太和电的售价是599元 说实话 我认为这是值得这个价位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套装有什么看法 希望你们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讨论 真心推荐啊 我们频道还有该系列的其他套装的视频 包括在后面排队的镜像角楼 都非常棒 我觉得很喜欢这个套装啊 所以有点啰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分享收藏 这里是坏学龙高仓库 我是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